Yo 各位先生好 歡迎回到藍諾的 YouTube 頻道 今天我們收到費美的邀請 來測試他們的 FLH 的智能升降桌 那我們都知道升降桌能夠幫助你 就是站著辦公 但是加上智能的這個升降桌 它到底是厲害在哪裡 那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去換一個升降桌 因為跟各位認真工作的人一樣 我們都會坐著長達可能六個小時到八個小時 那有時候如果要剪接的話 甚至是可能到十個小時以上 那一直坐著啊 其實對身體就是很不健康 然後會增加很多像是慢性命的風險 其實大家只要去Google久坐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很恐怖的文章 會警告跟你講說 其實常常這樣很久的坐著 對身體來講會有很大的負擔 那這張 FLH 的智能升降桌 它的確有就是改善我對於工作的感受 然後就讓我的生產力大大增加 我們花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跟它相處 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心得 那首先費米它其實是有提供道府安裝 所以你就不用為了要組裝啊 然後DIY去煩惱這些事情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習慣去決定 你要將你的控制面板把它裝在 像是左邊或是右邊 像是如果是做撇子就裝在左邊 那右撇子就裝在右邊 那因為我是右撇子 所以我就請師傅把面板裝在我的右邊這邊 那它就是會幫我做好安裝 然後會有測試跟清理 所以師傅在離開的時候就不會留下一點垃圾 那基本上就是大概30分鐘之內就可以組裝完畢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很迅速的 那這一次呢費米提供了兩張桌子讓我們做實用 就是這一張還有就是這一張 讓我們可以去更深度的去了解他們 那在這裡我們先講一個結論好了 就是我非常滿意他們的產品 那細節的部分呢 我們就在下面一一跟大家講 那首先第一點我們就來到這個外觀 那這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的點 就是它是有一個實木的這個大桌板 這個不是就是組合木 它全部都是實木的 所以它是很紮實很耐用 我們這樣敲敲敲 就就可以聽得出來 那它的顏色跟它的木紋 我都覺得也就是很剛好 是我喜歡的樣子 所以也跟我們辦公室的裝潢是很搭的 我們這張桌子呢 它是雙結的版本 那它是配一個雙馬達 所以呢在上下移動的速度 是我也是很滿意的 那另外它的烤漆跟走線也很整齊 那細節處理的不錯 那兩張桌子的做工呢 我們也都覺得非常的棒 它整體能夠承受的重量大概是120公斤左右 那對我來說已經很夠用了 第三點我們來到整體的穩固性 這個也是我覺得很棒的 因為之前我用過朋友的升降桌 然後它的搖晃程度就很誇張 你可能就稍微這樣輕輕推一下 它就會晃很久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使用這種螢幕支架的話 你更是會感覺到說 只要放上這個螢幕支架 整個桌子它的晃動幅度就很誇張 所以建議大家在買升降桌的時候啊 你要把這一點去考慮進去 那最好是你可以實際去使用看看 看它是不是符合你的使用習慣 第四點我們來到它的按鈕的部分 那它使用的按鈕呢 是回饋感是比較紮實一點點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說的那種就是回饋感 我很討厭那種就是回饋感很虛弱的按鈕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按到 然後按到之後它有沒有給你回饋 那其實這一組的按鈕它按上去是非常有感覺的 然後你就是可以很明確的知道它有開跟關 或者是按上跟下 第五點我們就來到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智能的部分 那也就是它的APP 那大家會需要下載一個叫做My Smart Pal的APP 它就可以透過它的設定來記憶一些位置 那例如像我現在這個記憶呢是設定成80公分 應該想說我在坐的時候是80公分 那我在第二個設定呢就是111公分 這個就是我站著的時候我喜歡的這個姿勢的高度 那我使用APP來記憶這個高度呢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之前一樣是我用過別的升降桌 那你就要透過按鈕來設定 那你就會有很多要操作的邏輯啊 你要去熟悉 那不如APP像這樣子那麼直觀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APP是很好用的 因為它會協助你去調整你的座高 讓你去找到一個就是適合自己的知識 那另外費米它就是為了避免發生危險 你可以在APP裡面去設定最低高度 例如像這個桌子它最低高度是80公分 所以任何人呢就無法將這個桌子把它去就是降於低於80公分 你就可以避免像是電腦主機啊或者是櫃子被壓壞 那除此之外這張桌子還有一個就是安全的警告功能 在升降的過程中如果像是辦到一些線材啊 如果或者是壓到你的電腦主機 這時候就會觸發一個自動停止的功能 來避免就是危險的發生 那我們認為費米有想到這一點是很用心的 因為過去我們真的有發生過 因為就是記憶功能設定一個過低的高度 然後壓到就是放在下面的電腦主機 然後差點就是把整張桌子翻掉 那我們還是建議大家預防剩餘治療 把自動停止當作是一個保險之外 一定要先設定你的最低高度來避免危險發生 你可以使用Siri來控制這張桌子的高度 也就是代表說你可以連上像是Apple物聯網的一部分 那當然希望未來可以看到更多的應用 例如像是桌子會認主人 然後呢自動設定高度之類的 那我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那其實在這邊我們也想給費米一些就是使用上的回饋 那與其說是建議不如說是像是一些許願 那我們在整線的部分花了還蠻多的時間 所以如果能夠把延長線一起整合進桌子 應該會是一個還蠻不錯的idea 那我們也發現就是最適合放延長線的位置 就是在桌板的那個下方跟後方 如果你能夠把延長線一起整合在這個位置 它其實就能夠省掉就是一個固定延長線 跟一個人買線材的問題 那其實這樣整潔然後又方便 然後呢除此之外如果可以把USB的延伸也整合進來 那就真的是太棒了 主機只要能夠是放在地上插一條USB的延長線 就可以直接在桌子的上面用滑鼠啊 或者是鍵盤的杜卡機等等的配件 那其實光是這樣想就覺得很方便 那其實這些只是我們一些就是 景上天花的idea跟一些許願 這張桌子它其實本身就已經很紮實 接下來我們進入購買建議的部分 那這邊有幾點要提醒大家 第一點呢也就是升降桌的整線 你會需要準備一些額外的像是延長線 然後呢束帶 然後還有像是走線管等等 來讓你的桌子看起來是更乾淨然後更整潔的 如果今天你把電腦放在桌子下面 你可能會需要買新的HDMI 或者像是Displayport 因為原本的線材可能就是不夠長 然後就是順帶一提就是很重要的一點 大家一定要確認好長度再去施工 然後呢把桌子先升到最高 然後再開始去整理線材 不然呢可能會發生像是HDMI線被折斷的悲劇 那就不要問我為什麼會知道 那另外呢也建議大家多搭配 使用一些無線的設備 例如像是無線的鍵盤跟無線的滑鼠 那這樣你需要整理線材的時候呢 能夠就是盡可能的減少 桌面也看起來會更乾淨 像我現在是使用一個無線的鍵盤 但是呢我的滑鼠它也是有線的 所以呢最近我會想要把我的滑鼠再換成是無線的 因為其實這樣子 光是一個滑鼠就多了一條線 那購買升降座的第二點就是考慮看看你要不要使用螢幕支架 那我的建議是強烈推薦大家是搭配一個螢幕支架來使用 因為升降座的桌面空間很寶貴 那第一個是節省空間 第二個是讓你的整體的setup看起來是更整潔的 那費米的桌板呢 因為它是採用一塊非常厚實的石墨桌板 所以呢你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會夾具而產生就是承載過重然後去傷害你的桌板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個34吋的就是這個ultrawide的螢幕 它可以完全很穩定的在這張座上面做安裝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我也不用擔心它會就是倒下來 所以呢建議大家在購買的時候呢去買有附走線的這個螢幕支架 它可以讓你整體的setup一樣是看起來是更加的乾淨 購買的第三點什麼樣子的人適合買升降桌呢 我們現在講不適合的人好了 那就是你的桌面上一定要有插座的人 有很多人的工具是一定要接電 而且是沒有辦法確認你的店員的路線要怎麼走 它可能會導致你在購買桌子之後呢 它其實會增加你的麻煩 那第二種不適合買升降桌的人呢 就是懶得整理線材的人 如果你會因為很多的線要走 然後這樣子會因為它不乾淨而不開心 但是呢你又懶得去整理線材 我們還是建議你不要去買升降桌 好的那到底哪些人適合使用升降桌呢 我們歸納出的第一點就是你在乎健康 然後你的背啊或是你的腰 常常會因為久坐然後不舒服 那你希望可以站著工作然後去降低一些慢性命的風險 那第二個就是你跟我一樣 喜歡沒事就稍微站起來動一動 然後讓血液流動然後降低工作的壓抑感 然後增加工作的效率 這樣子呢是可以讓你更有精神的完成工作的話 那我們其實蠻建議你可以去考慮這張費米的智慧升降桌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Cheers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